姜荷花 一般在泰国的寺庙里面会摆放很多 我们能见到 它是属于姜科 姜荷属的多年生草本乐大花卉植物 非常的好养 花枝能从6月份一直开到11月底左右 如果你家里光线不好 但是又想养这种开花植物 那姜荷花就是不错的选择了 它虽然喜欢光线充足的环境 但是在半阴的环境下 也能长得很好 因为是这种快根植物 那种植的花盆一定要选择深一点的 那一般像这种一加仑的盆 我们埋上一颗种球就可以了 土壤要选择疏松透气 排水性好的土壤 避免积水导致快根的腐烂 姜荷花的蓄水量很大 特别是在它的生长期 一定要给足水分 土壤要长期保持湿润 不要积水的状态 浇水的时候我们要注意 不能浇到这个花和叶子上面 花朵开了以后呢 有条件的话 我们可以在盆土上面 给它盖上一层水苔 这样子呢可以保持这个土壤的湿润 姜荷花作为一种乐带花卉 喜欢高温高湿的环境 那它对温度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姜荷花的适宜生长温度在25摄氏度左右 那当气温在15摄氏度以下呢 它就会进入一个休眠的状态 我们一定要给它注意保暖 所以呢我们一般种植姜荷花 是会在4月份的时候比较好 那今天呢关于姜荷花的介绍就结束了 小伙伴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可以关注我 小伙伴们的本质 authentic人在 jackpot